普瑞澤最新的講法是這樣子 他10月6號的時候 接受媒體專訪 他說兩岸僵局 連美方都無能為力 兩岸僵局其實有惡化的趨勢 造成僵局 不是大陸的政策改變 是因為蔡英文 是因為台灣的政策 是在台灣要努力去做 怎麼去做 普瑞澤他其實9月中 來台灣的時候 那個其實很重要 他說兩岸如果僵局要突破的話 過去幾年的基礎還在 兩岸要尋求對話 他所謂的基礎是什麼 很重要9月共識 所以9月共識 你沒有辦法在這個基礎去談的話 怎麼去突破僵局 我覺得今天國慶致死的時候 蔡總統很有自信 他在講說兩岸 他可以有辦法去突破 我覺得他甚至還提到說 美日歐有實質的進展 拜託 他講到這一句話 他不會覺得說 他不會覺得說臉上面發熱嗎 我覺得他講得有點大言不慘 美日關係有突破了 美日歐關係有突破進展 我這麼解釋好了 I care I care我們今年不能參加 然後還去那邊辦了茶會 辦了那一些外交使節的茶會 拜託 美日有去參加嗎 第一次是這樣子 這是外交倒破 倒退 他居然講說外交有突破 好 我們再講說 我們兩岸關係好了 其實最主要的兩岸定位 剛剛在講說 我們要呼籲大陸要正視 中華民國現實存在 這部分 其實馬英九已經講了很多次 馬英九在歷史國慶的時候 講了很多次 甚至在2008年 博王論壇的時候 他要透過夏萬長 去傳話給胡錦濤 已經第一次講了 然後講他是在學馬英九的 可是這中華民國國慶 他至少中華民國國號 也講一下 我算一下 講了三次 講了三次 他講了二十幾次 這個國家 講了二十幾次 最後國慶的時候 其實慣例都有 你不認良蔣的時候 甚至陳水扁 馬英九最後國慶的時候 都要呼口號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國運昌隆 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蔡英文講不出口 完全講都沒有講 陳水扁都做得到馬英九 居然連蔡英文 連這個都做不到 其實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都講不出口 你覺得他心中有中華民國嗎 沒有 所以心中沒有中華民國 又沒有九二共識的基礎 他怎麼去突破兩岸的僵局 馬正母過去 是對美 對陸 還有對日 這三大國 美日中三大國 現在顯然蔡英文 三大國對美國 對日本關係倒退 對大陸關係僵局 所以對外形成僵局的時候 對內政會做好嗎 外接給他一個問號